我是一名流浪漢啊 我剛收到一張紙條讓我來公園裡啊 不知道誰找我啊 年輕人是你們在找我嗎 請問你是土圖先生嗎 沒錯的啊 我不是什麼先生啊 我是流浪者土圖啊 你們找我有什麼事啊 原來你就是土圖啊 看來人不可貌相 怎麼啊 你們想幹嘛 你們想綁架我嗎 我可是一名流浪漢啊 我沒錢啊 我天天睡在天橋底下 啊你們千萬別對我動什麼歪心事啊 冷靜點啊 沒有人呢想要綁架你啊 你的祖父呢給你留了一份遺囑啊 這份遺囑呢讓我親手要交給你 我的祖父嗎 他給我留了啥東西啊 這是他一生所記載的所有財產啊 他讓我們到時間呢 務必要轉交給你啊 今天呢剛好就是轉交時間了 所以呢 我要把所有的職業資產呢 交到你手上啊 這可是一批巨大的財富啊 啊真的嗎 我現在是從乞丐變成了富豪嗎 我可是超級富豪耶 沒有想到啊 哇這全部都是我的錢嗎 對啦 啊這間呢都是你祖父給你留下的財產 太好了 我瞬間變成有錢人了 但是現在這麼一大筆財富 我要怎麼把他們給償好啊 我怕有人搶劫我啊 啊不行不行 我覺得我不能待在這座城市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一個窮光蛋啊 一下子有這麼多錢呢 肯定會有人盯上我了 所以我決定的離開這座城市 我現在來到的是一座十三號村莊啊 據說這裡的村民都非常的友善友好啊 啊尤其是那個超典俠非常的善解人意啊 我們去找找他看看 能不能讓我們居住下來啊 欸他們在商量什麼事情呢 啊如果他們不願意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花點錢的讓他們讓我居住下來 你們好啊我想在這裡居住下來 你好啊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在開會啊 有點事啊 什麼事情啊說不定我可以幫助你們呢 這一個事情呢你應該幫不上忙的啊 好啦好啦我不跟你說啦 我現在跟管理員呢有一點事情啊 我想我真的能幫上你們啊 我想在你們村莊上住啊 你就別打了我們說事情啦 如果你真的想住的話你就去住吧 太好了你們都是好心的啦 那我現在呢就去找地方住啦 謝謝你們啦 啊這個空地呢應該是可以建房子的 那我們就在這個空地呢建我們的房子吧 你們都沒錢的還讓人過來免費住啊 你們趕緊給我搬住這個村莊吧 請再給我們一點時間吧 我們會想辦法呢把這個錢給湊齊的 我已經好久沒有給你們收房租了 你們都拖了兩個月了 算了我再給你們一個下午的時間啊 今天下午如果你們不能把房租錢給湊到的話 那你們所有人呢都給我搬離這個村莊 市長啊你稍微等一下 完了市長走了 看來我們必須要在晚上之前呢 湊足這麼多錢給市長啊 否則我們這塊土地呢就會被他給收回去啊 按道理我們村莊應該是有錢的 為什麼現在沒錢了 沒辦法我們房屋學長呢就花了好多錢 而且呢我們一直接到外來的這個流浪汉啊 把他們的房子呢也給欠起來 這邊呢我們就花了好多錢了 剛剛不是又玩了一個流浪汉啊 好吧事情已經發生的那一會呢 我們就回去湊錢吧 人湊多少錢呢湊多少錢呢 你瘋了吧這是一大筆錢啊 我們所有人呢把錢給他 連四分之一都湊不到 反正人湊多少呢先湊多少給他 最起碼能安撫一下我們的這個管理員 這裡啊說的沒錯啊大家趕緊去湊錢吧 哎呀這麼一大筆錢呢真的是為難我們了 咦這裡怎麼又多了房子出來啊 這誰的房子啊這個 欸原來是你的啊 喔你這房子有點個性啊 突然一下子你就把房子給建好來了 對的太感謝你收留我了 剛剛我看到你們遇到困難了 有什麼困難呢說不定我能幫助你們啊 呃這個嗎還是算啊 你應該是幫不上忙的 什麼忙啊你說嘛你就是不說 說了也沒用啊所以我覺得還是不說啦 不過你家我有點好奇讓我進去參觀一下好不好 不信不信不信你還是別進來參觀的啊 這個這個我家不適合參觀的 好吧這麼神秘啊 那就祝你在這裡居住愉快啊 說不定今天過後呢以後就是你自己一個人居住了 因為我們可能很有可能要被趕走了 哎呀我們現在要湊錢啊 我現在只能湊到六十多顆的這個祖母綠啊 啊我們總共要交一萬顆的這個祖母綠 哪來了那麼多錢啊 哎呀我有這麼多錢也是偷疼啊 我怕他們不見掉啊 但是我要這麼多錢有啥用呢 我覺得我還是神露宿街頭啊 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了 我覺得這些錢呢 到我手中我一點都不快樂啊 怎麼辦我們才湊齊了兩箱的祖母綠啊 你一萬顆的這個祖母綠還差好多好多啊 根本就付不起這個祖金啊 我們馬上就要沒地方住了 你別再哭啦哭沒用啦 我準備跟這個管理人說呢 我們分期付款啊 為什麼我聽到有人在哭啊 誰在哭呢 啊算了算了這些財富呢反正也不屬於我啊 我覺得我還是出去看一看吧 如果他們真的被偷了的話那就算了 啊你們為什麼有人在哭呢 哎前面他們又在開會啊 我感覺他們是遇到了困難是嗎 別哭了別哭了啊放心啊我一定會想辦法的 你們到底什麼世界啊我真的可以幫助你們啊 得了吧這個世界啊你肯定沒辦法幫的啊 你就別在邊上這邊說話啦 怎麼樣你們的錢湊到了嗎 不好意思啊管理人我們現在湊是湊到了 但是沒有湊那麼多啊我的意思是說呢 啊我們跟你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啊你們湊了多少錢還分期付款 就湊了這麼一點點啊不可你們今天就跟我搬走 你就快好大量一下嘛我們在這裡住了好久啊 好行趕緊走 管理人咱倆可以商量一下這個錢的事情啊 你開什麼玩笑就你這個流浪漢 想跟我商量這個錢的事情哈哈笑死我了 你抖一抖這裡的房子呢你不能拆啊 啊我直接帶你去我的房子這邊啊 我告訴你喔我房子裡面的有很多錢啊 你們看吧 哇沒想到這些錢確實可以付你們村莊的這個房租了 你們可以繼續待下去啦 不對啊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有這麼多錢啊 這是我祖父給我留下的財產啊 我還愁這些錢太多了 啊我覺得我還是適合當流浪漢 所以呢我準備把這些錢呢 給你們村莊讓你們村莊去戲耶 好吧太感謝你啦 是你呢讓我們有家可回啦 我也要謝謝你們啊是你們收留了我啊 正常人誰會收留流浪漢的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一樣啊必須要互幫互助啊 好啦本期今天的遊戲結束呢到此結束啊 我是超臉俠喜歡我的結束記得點讚加關注啊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拜拜